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戰爭最好的結局是什麼 其實就跟每次共產黨打仗一樣 打一打人死一死 然後兩邊回去自己宣布勝利 中共跟越攻的戰爭一打 OK 中共回去說 中國共產黨勝利啦 成功的教訓越南共產黨 然後這個虛假的共產政權 然後越攻回去說 越南人民勝利啦 成功的抵禦假共產黨的這個真資本家的侵略 然後回去各做各的 這次其中選舉跟兩個共產黨打仗一樣 民主黨宣布勝利 史詩級的勝利 就算他們失去了眾議院 共和黨也宣布勝利 好像贏得總冠軍一樣的勝利 就算參議院動都沒有動 該贏的人都沒贏 很多人在說怎麼會這樣 很多基督徒會說 我們又禱告又禁食 還出去發傳單 怎麼會這樣 神在幹嘛 上週我看到了幾個影片 我必須說 我看到了神機 而且就在我們眼前發生 好明顯好明顯的神機 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 請你一定要看到這個影片的最後面 我們就來看一下 其中選舉後兩檔的反應 我是Ed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還記得我們在星期五的節目說的嗎 我們在上面說兩檔都會做同樣的事情 民主黨會覺得他們很棒 把輸的沒那麼慘 重新定義成史詩級的勝利 共和黨也會什麼都沒學到 把淡紅色的池塘當成是紅色海嘯 其中選舉結束後 拜登走上台 拿著麥克風 接受光榮的勝利結果 但是 我們不能說 Joe Biden不要連都輸成這個樣子 還在說這個勝利 因為這次民主黨真的是 出乎意料的好 油價 戰爭 通貨膨脹 各式各樣的議題 結果還可以選成這個樣子 真的是非常不簡單的 以美國歷史來講 這個其中選舉 通常都會很大的翻轉 除了2002那個小故事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是因為911恐怖攻擊 凝聚了全美國 所以對於Joe Biden來說 對於這整個民主黨來說 這次的選舉就算輸了 但是也算是個勝利 所以他當然不會浪費這個 宣傳自己政治方向的機會 所以他就上台說 今天是 勝利的一天 昨天的選舉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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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很奇怪 我記得前幾天他還在這邊說 民主命在旦夕 就現在民主 alive and well 活得好好的 充滿著生機 無限的能量 照樣著我們的前方 好像之前的危機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不過他這次的勝利宣言想要說的 就跟我前幾天說的一樣 他在說的就是 美國的方向 他的政策方向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他是一個完美的人 政治方向絕對正確的 雖然他是依靠COVID跟郵寄選票作弊贏的 而且在競選的戰術就是把自己鎖在地下室六個月 而且還把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國家所有的東西 全部丟到垃圾桶裡面 他這邊說的就是 他了解很多選民生活還是很困苦 但是 他在這邊說的就是 沒錯 我了解很多人過得很慘 很多人很無奈 但是我 我們就是在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重新的建立這個國家的靈魂 這裡是你們 左派崭新的救星 跟左派的這個 麥基喜德 Malchizedek 小羅斯福一樣 跟左派的彌賽亞歐巴馬一樣 一個失智的老人在說 他們拯救了我們 我們的靈魂被洗盡了 因為 John Featherman 進入了參議院 我認為我們要恢復自己的心 我們要恢復自己的心 我們要恢復自己的靈魂 和正義 和正義 這就開始發生了 人們的談話 變得更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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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常 崩潰的危機 根據Joe Biden 我們不只躲過這個世界末日 而且現在地板都在發光 太陽都變得柔和了 世界太美好了 連人都變得知書達理 你兒子都考試考100分 就算考0分也可以進大學 只要的膚色正確的世界 然後Joe Biden在你的身後抱著你 聞著你的頭髮 太美妙了 你可以感覺到你的靈魂 正在成長嗎 然後他就被問到 你有沒有要改變什麼 既然現在你的認同率 只剩下44% 然後你剛丟掉了 眾議院的控制權 然後你沒有失去參議院的原因 是因為共和黨去附近的 流浪和救援中心 找了個候選人 總統大人 你有打算利用這次的勝利 改變什麼嗎 美國人是震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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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我來說是錯的 OK 我怎麼都不會改變 因為我是 他們現在才發現我們在做什麼 所以他們一定會更挨戴我 這是一個政治的現實面 身為一個虔誠的有信仰的人 我一直都相信 神永遠都在使用政權 來告訴我們的掌權人 有多麼的 還有我們人有多麼的無知 因為神都會使用最滑稽 而且最可笑的方式 來做到這一點 這個一次又一次 不斷的發生 希拉蕊她這一輩子 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當總統 這是她這一輩子 唯一想做的事情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希拉蕊2016的時候 是幫助川普拿到共和黨提名的 她希望川普可以獲得提名 因為她覺得 怎麼可能會有人選川普 她得到她想要的了 然後呢 就在她想拿到 最後的總統大位的時候 她輸了 神的公益伸張了 那歐巴馬認為自己是 一個世界的救星 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 跟全世界的領導人都不一樣 有一個充滿智慧 而且獨特的人 在她的帶領下 她可以有一個歐巴馬一世 歐巴馬二世 然後傳到千萬 千千年萬萬年 然後她要把白宮的鑰匙交給川普 全世界都認為 川普是一個電視上的人 沒有任何政治經驗的大嘴巴 神的正義彰顯在歐巴馬的政治生涯上面 然後川普想要人氣 她希望她是全世界都愛戴的人 她愛人氣 愛點閱率 結果卻因為她的大嘴巴 天天在推特上面找人吵架 失去了這個平台 她變成她自己最大的敵人 最後她竟然輸給了美國有史以來最無聊 最沒有能力 而且老人世代的 周拜登 我們先不用提說 這個什麼什麼 是不是作弊 然後 周拜登認為她自己是個幸運之星 她做什麼都非常幸運 她當副總統也是意外的幸運 然後她意外的得到民主黨的提名 然後意外的幸運的當上總統 現在她幸運的躲過 原本應該是紅色海嘯的其中選舉 她認為她只要繼續這個樣子 漫不經心的做事情 繼續當個老人世代 世界就會變得更美好 神會使用我們每個人的 自己的人格缺陷來修剪我們 周拜登的缺陷是什麼 就是她有無限的僥倖的心態 例如像我這個人 在籃球場上面 我是在罰球線上投籃都是 石頭零重的 然後我就一直以為我自己是 Steph Curry 然後一直從中場投籃 結果在一個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下 竟然靜了 所以從此以後 我就認為我自己跟 Steph Curry平起平坐 我超強的 我什麼都不用改變 周拜登這個樣也是 沒有錯 全美國的人都在我面前閃紅燈 75%的人認為我有問題 我做的很有問題 但是我幹嘛要改變 我才不改變呢 OK 你就繼續 好我們繼續 周拜登說 我知道通過膨脹啊 我知道 但是 我很有同情心啊 我很有同理心啊 就算我沒有任何同情心 同體理心 但是只要我一直說 你們就會應該覺得 我很有同理心了吧 我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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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能夠 取消負負責 但是我認為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我們已經把 煤油價錢的價錢 大概1.20元 一斤 我認為 油公司 真的 做了真正的利益 是的 他在這邊說 他不一定會降低通貨膨脹 然後 他認為我們 本來就沒有經濟在萎縮 我們經濟本來就沒有在萎縮 沒有錯 他只聽得到 他想聽的聲音 有很多事情 我們可以做 是要影響 那些人需要 一個月份的 去減少 他們的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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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所以 但是我 很肯定 因為我們繼續 增長 在一個正常的 我們現在 不至於 增長的 但是 我認為 我們可以有 柔軟地 呃 對 等一下 我要去加 七塊美金 一加倫的油 對他來講 是一個 Soft landing 安全降落 接下來 他被問到 他會不會擔心 共和黨的人會去 調查他的兒子 Hunter Biden的歷史 然後他說 不會啊 不會啊 Hunter Hunter 是我見過最聰明的人 他喜歡從地毯上面 用鼻子吸起士粉 這就是我們 拜登的傳統 OK 只要是拜登 都是這個樣子的 最後問題 就算不上 我們現在 都會知道 如果大家 要收集中 的 把手 發展 的 要 發展 人 想 要 要 採訪 你 什麼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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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調查你的家庭 尤其是你的兒子的商業 我教練說有很多幸運 像我教練所說的 看 我認為美國民眾想我們繼續走 讓他們做事 不 這就讓我們看下去 挑釁你的對手來去調查 你的兒子的黑歷史 是個很獨特的做法 我們慢慢看下去 然後他被問到 你現在要面對 共和黨掌控的國會了 你有什麼對錯嗎 然後他說 不會啊 我們跟共和黨都好得很 他們會妥協啦 我人這麼好 人見人愛 花見花開 又愛紋小女孩的頭髮 所以他被問到 你2024會不會出來選總統 這個是這一片的重點 他不但不會改變現在任何的政治方向 而且還會出來選2024 很諷刺的是 這次共和黨沒有大贏之前 民主黨就已經準備好要把他丟 綁起來丟到河裡了 結果奇蹟發生了 沒有想到突然一個英雄出現了 這個英雄的名字叫做 史上第一無能的共和黨 他拯救了拜登 又一次的幸運 I'm coming to you 我來了 然後他現在就不用在河裡面喂魚了 所以這次他會繼續參選 而且現在他很有理由參選 所以諷刺的地方就是 民主黨這次很不想要的 就是這位老人家繼續參選 但是他現在一定要選了 民主黨無法避免 Joe Biden的2024 我們可以看到 拜登真是非常開心的 再一次幸運的做到了不可能 他慶祝的方式就是 在台上慢慢的走路 然後呢小心的 避免踩到電線摔倒 一半的美國人在外出投票 說他們不覺得 你必須選擇 選擇 什麼是你的訊息 那是你的訊息 那是你的最後決定 是否要選擇 沒有 什麼是你的訊息 看我 看我 I'm watching OK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民主黨沒有學到任何東西 再說一次 美國兩黨哪一個可以 從這次的選舉結果當中 學習到自己的敗筆 不要再當神經病 就會進步 就可以提高2024勝選的機會 誰什麼都不改變 繼續犯同樣的錯誤 就是會輸掉選舉 Joe Biden沒有學到任何東西 那我們要問的就是 共和黨有沒有學到什麼 共和黨要學什麼 要從中間得到什麼 如果共和黨要學到什麼東西的話 就真的就是要 要徹底的改變 我們真的要改變目前的高層的狀態 我知道聽起來很糟糕 但是通常如果一個球隊很爛的話 總教練就要被開除 公司的領導階層很爛的話 然後老闆不改變的話 也不換人的話 公司就是會倒閉 共和黨內部需要有大改變 某些領導能力的人 年輕的人 熱血的人需要起來承擔責任 很多老一輩的 然後他們要為自己的政治生涯 一直妥協的人 他們必須要下台 但是共和黨的領導人 就是會說一切正常 我們這次選得非常棒 沒錯很明顯就是 共和黨也不會學到任何東西 共和黨也必須假裝的說 我們這次做得很棒 很好 小勝也是證明共和黨的方向 是正確的 這邊是目前的這個 RNC共和黨的總裁 Rona McDaniel 他說他認為這次 共和黨簡直就是贏得了 超級一杯 Super Bowl的大勝利啊 就跟Kobe Bryant籃球生涯到 最後那幾年 大家都知道 胡人隊不會進總冠軍 記者就問Kobe Bryant說 這次胡人隊會打得怎麼樣啊 然後Kobe就說 我們至少會進季後賽 大家就覺得說 只要打進季後賽 這次就算是一個大勝利的概念 這次就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認為你在眾議院拿下幾席 然後可以在國會當 眾議院的國會當多數黨的話 就算是大贏了 如果你的標準這麼低的話 你大概可以說你贏了 但是依照歷史的紀錄來看的話 現在總統的支持率是43%還是44% 然後說國家方向錯誤的人有75% 然後你才贏這麼一點點 聽起來不太像打贏了總冠軍吧 但不是Super Bowl吧 跟體育項目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在國會裡面席位的數量是很重要的 而且如果這次共和黨沒有拿下參議院 多數黨席位的話 這次選舉其實可以就算是一個失敗的 而且是非常失敗的 以下是自欺欺人的共和黨 在說服自己贏得了這次選舉 這次選舉採訪人 總是幫他打贏了 Elaine Lauria who ran the January 6th committee this is a good night for Republicans and anybody saying otherwise is just wrong when you win the game you don't say oh did you win it by one point or two points you won the game we just won the Super Bowl last night Nancy Pelosi will no longer have the gavel and it will be in the hands of Kevin McCarthy and that is good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這是多麼錯誤的一個想法 贏得席位的數量是非常重要的 多贏一席跟多贏三十席差很多 如果多贏三十席的話 就有一個緩衝錯誤的機制 共和黨裡面有很多是在紫色地帶選出來的 意思就是他們很有可能 為了什麼東西跟民主黨合作 所以席位的數量是非常重要的 贏多少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邊說他們贏得了總冠軍 其實就是在自欺欺人 我並不討厭Rona McDaniel 至少他沒有像他叔叔Mit Romney一樣 是一個Rino Yeah 各位聽了沒有錯 Rona McDaniel是Mit Romney的侄女 現在帶領美國共和黨的人 就是個魔門教徒 但是現實層面就是 如果共和黨拒絕承認自己在其中選舉犯下的錯誤的話 下次選舉就會犯同樣的錯誤 就是會選輸 美國人一次又一次的在發生 共和黨的人保守派的人一次又一次的發生 我們想要的候選人就是 一個腦子正常的人 而且不想要摧毀國家的這個人 我們要的其實就只是這個樣子的 我們不要的只是 不要在精神病院裡面 或者是Homeless Shelter裡面找候選人 也不要在老人中心裡面找候選人 但是他們就是在精神病院找這些候選人 然後把這些精神病的日記拿出來讀 然後把日記內容拿來當法案來投票 兩黨的選民都說不要不要這樣做 但是老人中心的總統就說 我很喜歡這個日記的內容 所以就簽字變成法律了 然後共和黨就是在那邊說 我不喜歡這個精神病院的這個日記出來的內容 但是我們很愛這些精神病人 這個共和黨總裁就在這邊說我們有過半啊 就算裡面很多是精神病的人也都沒關係 以下是Rona McDaniel說 我們這次贏啦 因為我們把Nancy Pelosi 從眾議院院長拉下來啦 我們有一個議題說 這個會是一個紅磁波 你知不知道 我今天聽說 我以為有一個紅磁波 而你告訴他們他們 他們會贏了超級球 他們可能會想聽到更多的 Rona 聽說 我們沒有用紅磁波 因為我們知道圖案的圖案 有更加競爭的座位 因為有更加競爭的座位 我們在2020年選了14個 在2020年 大家都忘記了 但是 美國政府 昨晚被選擇 因為他們在疫情中 因為我們有一個訊息 我們保持我們的學校開放 我們保持我們的經濟 我們保持我們的經濟 從 Florida 到Ohio 到Iowa 我們沒有失去 一個美國政府 然後 那一旦發生 因為我們 為了 南西 Pelosi 嗯 對 把他拉下來 跟徹底的開除他的差別 是差很多的 所以我不太知道他在說什麼 重點就是 美國哪一個黨 會先從這次選舉中的錯誤中學習 哪一個黨會先認罪悔改 尋求進步 不知道 但是上個星期的記者會上面 拜登就把不能說的秘密說出來了 他說他期望的就是 但是共和黨透過這次選舉 什麼都沒學到 還是跟之前一樣 他希望共和黨可以 繼續當一個扶不起的阿斗 而且還自我感覺良好 這裡是 拜登被問到 Ron De Santis 跟川普的關係 他開心的回答記者 我昨晚說 Ron De Santis 跟川普的勝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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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誰會成為 最強的勝負 Ron De Santis 還是川普的勝負 那是你的決定嗎 這次拜登說的是非常對的 如果你是個民主黨人的話 你現在最想看到的就是 川普開始攻擊Ron De Santis 現在這邊吵Ron De Santis 就是他們最想看到的 在下面互相吵架 然後兩邊的人在那邊說 Ron De Santis 是什麼Deep State的人 這個你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民主黨 就想要你做的事情 Ron De Santis 還不是總統候選人 現在2022 他還是佛州的州長 而且他還會當州長 當一陣子 總統選舉2024才會選到 這邊就到了 每個人最近最愛討論的題目了 Ron De Santis 還是川普 過去這一個禮拜 川普花了很多的時間 在攻擊Ron De Santis 完全沒有意義 人家根本不回應 川普很不爽 第一個是因為 這次他親自挑選 背書的候選人 選得不怎麼樣 另外一個就是 Ron De Santis 這次選得太好了 川普邀功的方式 不再說 你看我這個小老弟 選多棒 我就是慧眼式英雄 我就是當初看他就是 一塊寶玉 大家都還沒看到對不對 川普我看到了 哎呀 現在我這個伯樂 得到這匹寶馬 簡直就是 如虎天翼啊 2024 然後讓Ron De Santis 俯伏稱臣 在2024的時候 他不是這樣說 而是直接在那邊說 你看這個人 不知好歹 沒大沒小 沒有我川普 哪有你佛州州長的職位啊 小人偉君子 然後在True Social上面說 現在佛州選舉結束了 一切都很好 但是怎麼都沒人說 跟Ron De Santis 比起來 2020的時候 我在佛州多拿了 110萬票 OK 570萬對上460萬 你們都沒人講啊 當然沒人講 因為那一年是總統大選 這次是其中選舉 這兩個民眾參與程度 本來就會差很多 總統大選的時候 就是會有更多的人出來投票 所以拿出來比較 就是一個很愚蠢的事情 但是 現在這個就是 川普在痴迷的東西 這是川普念念不忘的事情 他上個禮拜被問到 2024他會不會有什麼 策略上的改變 因為這次他背書候選人的方式 非常糟糕 純粹是以支不支持他說的 2020的這個選舉結果不公 例如像New Hampshire的Don Bolduc 會得到共和黨的提名 其實就只是因為他支持 川普的個人主義 而已 結果選舉出來 他大輸別人10% 賓州的Doug Mastriano 他是個很爛的人 川普背書他 只因為他說 2020大選是被偷的 個人崇拜 就是川普這個人最大的缺點 他是個很棒的領導 他是個很棒的總統 他很聰明 但是在他自己個人崇拜的陰影下 他就是會做出很糟糕的決定 他說他很驕傲 他提名了這些人 他也不會做任何的改變 他說外面在傳Fake News的觀點 說這次選舉的結果 我很不爽 但是其實一點都沒有 我背書的那些人其實都選得很好 我在初選的時候 勝選率是98.6% 其中選舉的時候 我背書216席當選 只有19席沒有當選 當然選得很好啊 那我必須要這邊講一下 那216席基本上都是非常紅的地區 基本上共和黨很多地方是本來就會拿下來的 很多地方是兩個共和黨的人在這邊選 但是失去的那19席 全部都是這次的重點 全部都是這次大選真正要打的仗 然後他還說 Marco Rubio這次選得很好 也是因為他 這很奇怪 因為全部的人都可以看得出來 Marco Rubio這次打的是 Ron DeSantis的名號競選的 不過這都不是今天的重點 我不知道各位看到今天這一集有什麼感覺 我知道這次選舉 很多基督徒會覺得很奇怪 我們又進食 我們又禁食 我們又禱告 徹夜的禱告 哭求 神啊怎麼會這樣 你的神蹟在哪裡 加州這一次怎麼會通過 把墮胎寫在憲法裡面 我們還出去發傳單 結果只有不到23%的人出來投票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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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因為我也是這樣覺得 直到我這次看到了選舉結果 民主黨跟共和黨兩黨的反應 我在看的時候 我突然就發現 我們眼前就是神蹟 而且就是神在做事 而且神已經開始做事了 我們人常常看不到自己的缺點 常常我們的缺點就是 會讓我們自己最後墮落 甚至死亡的原因 這些神都知道 而且會用我們自己的缺點 來讓我們自己吞噬自己 我邊看著 Joe Biden跟川普在那邊自圓其說 自我感覺良好 我突然想到的就是 出埃及記十災的經節 開始的前五災 法老是自己心剛硬的 然後從第六災開始 神才使法老的心剛硬 這些領導人無視聖經的警告 不管怎麼樣 他們就是殖民以無誤的 繼續做他們的事情 就算錯誤就在眼前 我們在這邊看到的就是一個神蹟 就是神在使法老的心剛硬 法老拒絕承認自己的邪惡 拒絕面對自己的錯誤 然後慢慢的掉到深淵 而且這樣的神蹟 在共和黨還有民主黨上面 全部都發生了 也就表示 這個是發生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的 好處是 最後神帶領所有的人出了埃及 壞處是沒有認罪悔改的人 還有法老 全部都帶著他們的軍隊 一起被紅海淹沒 我看完了之後 我覺得最值得高興的就是 神真的在看著這次的大選 而且神蹟就在我們眼前出現 太陽的熱量可以融化蠟燭 也可以曬乾泥土 軟化前者而且硬化後者 同樣的能量 卻可以產生不同樣的效果 神的審判也一樣 跟太陽一樣 照在不同人的心 就會產生不同的效果 神的愛可以軟化泥泥微塵的人的心 卻可以硬化埃及人的心 所以決定這一切的是 我們人心的性質 我們願不願意虛心的選擇順服 而且得到生命 還是會心高氣傲的放棄恩典 最後滅亡 這就是為什麼真言四章二十三節 會告訴我們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這個就是我們未來的方向 我們會不會認罪悔改 我們會不會從中學習 這兩黨誰能承認錯誤認罪悔改 誰就比較有可能贏得2024 這場其中選舉 我看到最清楚的就是兩黨選後的感言 因為證明了我們每次在禱告的時候說的 神掌管一切是什麼意思 感謝大家收看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神掌管一切